在今天的定義是 Crisis 是在明天 就是它每一天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對下一個世代來講 這是一個很嚴酷的 你必須要面對的一個競爭 那你的學校的教育 很多人以為 或許在我的年代 或者是在過去的 我之前的年代裡面 我今天的教育 我今天受的教育 我可能一輩子都可以用 我今天在學校所受到的教育 我一輩子都可以用 而且是足夠的 可是就像我剛才講 今天你在大一學的 很可能到大二就過時了 或者你大學四年學完以後 你發現說 當你要進入社會的時候 社會怎麼跟你在大學學的東西 這麼不一樣 其實這個某一個程度 我們也解釋了一個現象 就是說 我們這個社會 如果我們以官方的數字來講 這個社會 他的失業率大概是在 4.5到5之間 事實上實際的數字 其實比這個高 可是年輕人的失業 失業的數字 是這個數字的兩三倍 那問題是出在哪裡 為什麼年輕人 失業率這麼高 到達百分之十幾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從學校畢業 找不到工作 而且他找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 我們有時候看有些失業 其實他 我們把它定義成是過渡型的 換句話說過一段時間 他就會找到工作 可是我們現在看越來越多的 過渡型的失業變成是永久性的失業 這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你的學校的教育跟社會的接軌 是不是足夠 學校的教育是一件事情 你在你的人生的成長的過程中 當你接受學校教育的時候 你自己的社會化的速度夠不夠 夠不夠去跟這個社會去接軌 如果不夠的話 你畢業就失業了 真的 那很多人畢業了 大學畢業了 覺得說 還是不夠 所以趕快去念一個研究所 研究所畢業的時候才發現說 好像又差了一些 然後再去念博士 可是當博士畢業的時候 你也發現說 還是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用教育來做你跟社會的連結點 那是不夠的 你必須要把自己跟 發展出另外一個系統跟這個社會做連結 要不然你一再的教育 投資在你自己的教育 可是你跟這個社會的連結 其實是不夠的 那我們再回到一個老的時代的觀念 比如說 在英國的傳統的社會裡面 這個 很多的高中生畢業的時候 他不念大學 他不念大學 那高中生為什麼不念大學 他覺得是說 他應該先去找工作 所以在 舊的 時代裡面 很多的 這個英國的這種 高中生他畢業以後 他就去找工作 然後他在銀行裡工作 他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他的工作中 他覺得是說 他需要有 再進一步的教育的時候 他再去找 他所需要的教育 也就是說 他把教育內盤 在他的社會化的過程 我們現在的教育的過程是 教育是教育 社會化是社會化 他是兩個 分開來的過程 那這個就變成是說 當你要適應這個社會外部的這種變化的時候 我們的教育顯然是不足以置印 必須靠你自己 把自己社會化的過程 能夠加速 那學校的教育 其實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尤其在民進黨執政的時間 我們一直想把這種學校的教育 跟外面的產業也好 跟外面的社會接軌 所以有所謂的 最後一旅路的計畫 也就是說 讓社會在最後一年 進入到大學裡面的教育 今天看起來 這個還是不夠 其實在整個大學教育的四年 都應該要包含在你整個學生 將來要走入世界 走入這個社會的一個過程 我們的年輕人都是大學畢業以後 才準備要走入社會 那我要告訴各位同學 當你進入大學的時候 就是你走入社會的開始 你必須要有這種心理準備 要不然你來不及 把自己跟社會做那個connection 那你的教育 也沒有辦法 足夠 提供足夠的connection 所以我今天給各位同學 第一個 建議就是說 當你進入大學的第一天 就是你社會化的開始 你沒有四年 在你的學術的這個夢想裡面 能夠四年 我唸書的時候 或許我們還有這個 這個luxury 這種奢侈 在我唸書的時代 有一個流行的說法 各位都知道 大學的英文怎麼講 這是最簡單的英文嘛 叫做university 對不對 university 在我那個年代被翻譯成 有你玩四年 在我那個時代是 有你玩四年 那麼 今天 真的不是有你玩四年 今天的這個四年 是你進入社會的開始 是你進入社會的開始 那我們今天看看 像現在 最大的軟體的 事實上最大的軟體的公司是哪一個 還是 microsoft 那他的創辦人是什麼時候開始 microsoft 這整個過程 在念大學的時候 你說facebook twitter 這些開始的人 也都是在他念大學的時候 甚至他沒有念大學 他就開始 也就是說在今天的科技的世界裡面 跟人文為主的世界裡面 年輕 其實是資產 有些行業是越老 年紀越大越好 比如說 我最好不要講政治 有些行業是越老越好 有些行業是越年輕越好 因為他的可能性越高 各位知不知道有一種行業叫做trading 就是說 在集中市場做交易的那種叫做trader 那你有時候看那個股票交易市場 有很多人就是 帶耳機 然後同時面對好幾個螢幕 那個就是在做trading的人 他隨時掌握不同的 市場裡面的變化 然後在每一個市場的變化裡面 他去做反應 那個叫trader 這種trader 在40歲以後就要退休 為什麼 因為他是在一個高壓的環境裡面 生存的人 那他的這個trader 他很可能最早的開始的年紀 可能20歲就開始 可是他40歲就必須退休 那在今天的 社會裡面 你真的不能夠像我那時候 我把大學念完 我再念完碩士 然後呢 我再念完博士 如果意猶為盡呢 我再去念一個post up 就是博士後的學位 當你出社會的時候已經30歲 這個還是順利的學習的過程 但是我告訴同學 那已經太晚了 今天你要出社會 都要從20歲開始 甚至更早 所以你要讓你自己 泰南大學不是有你玩四年了 泰南大學是你人生的開始 你現在就要開始 那麼 對 我們這個世代 我們的政策 就是要讓你這個時候就開始你的人生 開始你的career 開始你的生涯 在我那個時代 我的同學的生涯是什麼 就是去做家教 這是他們唯一的賺錢 或者到麥當勞去做 part time 工時的工作生 但是在這個時代 你在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你的real business 你的真正的事業的開始 在 那我們再想想 我們 也要開始重新定義 什麼叫工作 很多人就覺得說 工作 什麼叫工作 你在一個大公司裡 受僱叫做工作 你在學校裡教書 是一個工作 在我爸爸那個年代 他覺得 所謂的工作就是要做老師 做醫生 做律師 這個才叫做工作 所以當他的孫女 告訴他說他在滾石賣線上音樂的時候 他完全不能理解說 這算是工作嗎 但是 我們現在的工作的定義 其實都要重新被定義 只要在你的在經濟上 或在社會上有意義的 事情 他就是工作 有的工作是賺錢的 有的工作是不賺錢 但是他在社會上是有意義的 這都是工作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很多人做volunteers 做志工 志工是沒有錢的 但是他是有意義的 所以 你自我的定義 所謂工作就是 當你對這個社會 有用的時候 就是工作 他會不會幫你 我們來做活動的 發動的 我們來做活動的 我們來做活動的